朋友们大家好 然后呢 咱直播的时候很多人在问啊 这个苗 哺骨膏怎么办呢 就是说它的石头有个 大概有个一米多左右 就是咱家的苗最高的 能达到个80公分 哺骨膏的话你可以先附一半 就像这样你附到这里 附的时候这个苗是没有生长 就死到这里的 然后现在它生长了 生长之后呢 但是一点一点往上给它去附 就像这种下边长的测枝呢 需要给它修剪掉的 可以看看像这种 长台的测枝 它就要给它修剪掉的 你如果 就是不修剪掉的情况下 它是影响上面是生长的 影响上面 长长的 像这边 这边也长出来的有测枝 咱们及时的给它修掉就可以了 修掉之后呢 像这个字条 这出来两个字条 两个字条 咱留一个啊 把这个给它修剪掉 这里也给它修剪掉 像这叶子没必要的 给它拿掉就行了 就留一个 留一个字条 让它继续生长 然后呢 这个修剪过的地方 它可以往里边复 就是盘子鳞这鱼哈 咱们需要的话 因为小黄色里边可以去下垃的 给它按进去就可以了 一般像这种字条比较细的话 你不用去给它去塞东西的 先按进去 就是 头这里长势 就是说比较嫩的地方 咱们要留在外边哈 比较嫩的地方 它如果是经过太阳的暴晒高温的 它可能会把这个比较嫩的 压头给烫伤啊 咱们就是这里要留到外边 要不要给它附进去 因为它温度太高 现在是夏天 这块石头呢 带有个一次就差不多附完了 把这个茬从这里 这里是树枝 像这样的石头呢 这是一块金钱石啊 这是早期附的 然后下边发了很多测试啊 导致这个上面 这顶枝不生长 把它把下边给去 把下边给它修掉就可以了 修掉它把营养全部供到那个 组织条上面 它就生长速度是比较快了 快了之后还这个还剩这么一点 还剩这么一点就复完了 然后把这个多余的侧枝 再剪掉不要让它生长 就这一种一米多的石头也是 侧枝不留哈 千万不能留的 你如果想做很多出枝的话 可以留一留 把它全部都给修掉 那这里呢继续生长 看到后期哪一个这条长得 就是后期哪一个这条长得比较长 再留哪一个这条 把其他的全部给它修剪掉 然后呢 今天呢就分享那么多啊 喜欢呢 稍微去关注一下 那个小房车里边有这种潘之灵之鱼 咱们可以去下单啊 谢谢老铃铛观看 我是虎月的意